在現在香港經濟這麼密警的情況下 你還要在推行垃圾徵費 我單計香港的食股都已經被你們搞死了 大哥 你知不知道一間餐廳 每天是要處理多少積起積用的垃圾和廚餘 而分分鐘你們現在推行的垃圾徵費 是令這麼多個餐廳 每一個月都要額外花多一千多又或者幾千元的開支 現在香港的街道都已經是靜個烏鷹 就是個個又不想消費 其實香港政府居然還要實施一個政策 叫他們多一千多元出來處理垃圾 哇大哥 真的沒有這麼一刻的智商都想不到這一重的建議出來 所以無論如何都好 我真的要代表香港的飲食業界所有人 多謝你們香港政府 OK 那今天就講到 一件事上 作為一位讀環境科技出身的人 我可以跟大家說 以往香港經濟好的時候 我們有多少同學 多少教授 每個人都不斷主動要求香港政府要發展環保 但是最後怎樣 是不理會 直接無視我們 但是到現在香港的經濟衰退的時候 放在街上 你又馬上搞一些垃圾徵費 現在香港的街道都已經是靜個烏鷹 就是個個又不想消費 香港政府居然還要實施一個政策 叫他們多付一千多元來處理垃圾 哇大哥 真的沒有這麼一刻的智商 都想不到這一重的建議出來 對不對 浮黑大哥哥 Jer 不相信大家都知道 最近香港政府又做了一件事 震驚我們香港七百萬人 就是正當香港面臨移民潮 不想消費 樓價大跌 樓價跌破一萬六千點 單單一堆問題的時候 那你又怎會猜到 怎會想到 我們香港政府居然就是這個時候推行 垃圾徵費 這麼艱鉅的任務 完成得到 看你的了 喂我 老實說 不如你香港政府搞什麼 分分算夠數吧 真的是 垃圾徵費 做什麼啊 就是現在香港的街道 連人都沒有 更何況是垃圾 那你又收什麼東西費啊 你們現在還嫌香港不夠乾淨嗎 自從香港政府宣布實施 一國的垃圾徵費之後 引來香港社會極大的迴響 很多香港市民都覺得無所釋藏 甚至乎是對於一國的新政策 表示強烈不滿 而且更加是有一番 以往一直相信政府的藍絲 就個個屌鬼出來罵香港政府 究竟有沒有聽到 全港大部分市民的反對聲 恆指一日創新低 一日股災 還要搞一些廢政策 一句 正垃圾政府 喂 國安廚人 我剛剛在網上看到一些言論 引起了我對香港政府的仇恨 我想問 喂喂喂喂 對了 剛才說到哪裡 垃圾徵費 對了 其實你們這麼激動做什麼 現在垃圾徵費不好嗎 知道為什麼你們覺得不好嗎 因為你們被罵 我就看到垃圾徵費的好處了 例如根據一個垃圾徵費的政策 他推出了九種不同尺寸 不同價錢的垃圾袋 讓大家去扔垃圾 你試想想 當你有一天突然覺得自己的人生 是零 在好不好價值的時候 你現在只需要買一個最貴的垃圾袋 然後套在自己的頭上 那你就變得有價值了 喂大哥 最起碼只剩11元吧 對不對 又或者根據一國的垃圾徵費的政策 裡面也指出 無論是什麼大型垃圾 你只需要用11元 買了一個指定標籤貼上去的話 就可以送走垃圾了 你又可以再試想想 如果你買了一些標籤 然後貼到一群垃圾身上的話 哇 我瘋了 現在我只需要用11元 就可以送走這群垃圾了 那你說是不是要康迷慶祝呢 是不是啊 今天我打算很簡單給大家說 香港垃圾徵費的政策 就等我告訴大家 當中有什麼問題呢 為什麼有這麼多香港人 都對於這個政策表示不滿呢 最後我都會就著這個政策 去分開一些個人看法 在這條影片開始之前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給我like share comment subscribe我的頻道 又或者我現在會換頻道支持我 如果你想要更多的 亦不妨可以追蹤我的Facebook 又或者IG 好了 事不宜事 我們現在立刻開始 話說就在救助之前 香港的環保署宣布 在2024年4月1日 就會正式實施垃圾徵費 而收費的模式就主要有三種 分別是按袋收費 按標籤收費 以及按重量收費 首先在按袋收費方面 就要香港市民 預先在一些授權的零售店 購買指定的垃圾袋 而每一個尺寸的垃圾袋 都有它相應的收費 根據每位香港市民的需求 來決定買哪一種垃圾袋 OK 那之後就是按標籤收費一方面 如果有一些大型垃圾 未能夠放入一些指定的垃圾袋 市民是需要購買指定的標籤 貼到一些大型垃圾上面 而每一個就劃一收費11元 最後就是按重量收費一方面 一般都是由私營的廢物回收箱 去收集你的垃圾 而在整個過程中 你是不需要用那些什麼指定的垃圾袋 又或者是指定標籤 而只需要按照你的垃圾的重量 去付回那塊錢 給私營的廢物回收箱就可以了 如果有香港市民 不遵從這個垃圾徵費的話 輕則就會被罰款1500元 重則最高是可以罰款25000元 以及監禁六個月 嘩嘩嘩嘩嘩嘩嘩 嚴重到要坐牢 不是啊 以香港人這麼多叔 連三四十元都會省的那種性格 再加上從小到大 有沒有一些環保意識的教育 萬一真的推行一些垃圾徵費的話 我扶你又介意 會不會遲些香港的監獄 是會有這個情況出現的 喂 年輕人你說什麼 忘記大袋 蛤?什麼? 老強嗎? 喂喂 不是啊 我是說我忘記帶那個指定的垃圾袋 去塗垃圾啊 阿sir 那到底 為什麼這個垃圾徵費政策 會引來香港這麼大的爭議呢 其實背後是有三大原因 首先第一個原因就是 一種的政策 是會徹底顛覆香港人的日常習慣 因為你要知道 香港人一直以來 都是直接把垃圾送到堆田區那裡 而現在你又突然推出一個垃圾徵費政策 其實在180度的改變香港人的生活習慣 就令到很多人對於一個突如其來的新政策 都感到無所釋放 再加上又有很多香港人對於回收 廢物分類又沒有什麼概念 而你又突然一下子要求他要做出來 那當然是不滿啦 第二個原因就是 一個政策是會加劇非法棄置垃圾的情況 作為香港人 又怎會不了解香港人才行呢 就像剛才所說 你都知道 香港人是出名的諾叔的 雖然一個的垃圾徵費 最多可能就只是增加你每個月幾十元的開支 但是我告訴你 你真的不要小看香港人 有些香港人真的夠膽死連那三四十元都會節省 然後偷偷地非法棄置垃圾去其他地方掛到 我碰你上來自己都害怕 而萬一真的出現一個情況 那就真是混蛋了 第一個問題就是會直接增加那些清潔傘的負擔 要他們額外去處理一些非法棄置垃圾 第二個問題就是會直接增加屋苑管理人員的工作量 甚至可能需要他們為一些非法棄置垃圾埋單 不可以減肥一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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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第三個原因就是 一個垃圾徵費實在有太多自商矛盾的地方 首先根據香港政府聲稱 推出一個垃圾徵費的目的 就是想實踐源頭減肥和乾淨回收 減少整體垃圾的棄置量 但是看回香港回收的情況 嘶 嘶 嘶 真的 你回收都弄我整個屁股 那些回收桶 裡面還堆滿了整個垃圾 那何來什麼清潔回收 那我真的很想問 就算我給了錢買你們的垃圾袋 那你們又怎樣做到清潔回收 清什麼結 清什麼 這個回收箱堆滿了垃圾 是臭的 那你清什麼 那最搞笑的是什麼 最搞笑的是 現在香港政府推人的垃圾徵費 那些垃圾袋 是居然不能夠新聞幹解的 哈哈哈哈 這個情況就好像 以前我是直接扔掉垃圾 而現在呢 你就叫我買了一個垃圾袋 然後扔掉它 喂 麻煩你了 麻煩什麼 總之麻煩 首先我想說的是 從香港政府 如果今次要實施垃圾徵費一件事 你都可以見到 現在香港政府的施政 真是混蛋 由2021年8月 就無故通過了一個垃圾徵費的條例草案 原定是在2023年的年底推行 但是香港政府就說到 什麼要考慮物業管理 和清潔工的聖誕新年假期 所以就把一個垃圾徵費的政策 就延遲到2024年的4月才正式推行 又到最近 都依然還有一大班香港市民 都對於這個垃圾徵費政策一無所知 搞到香港政府又宣布什麼 要延遲到8月才正式推行 單單從這個垃圾徵費政策的實施 其實都可以反映到兩大問題 第一個問題 就是反映到香港的政府施政極度混亂 根本就未有全面考慮的情況下 推出一些政策 而且那些安排又搞到整個屁股 基本上現在香港政府整個架構 都是一盆散沙 第二個問題就是香港市民和政府之間 出現了明顯的斷殘 一方面香港市民又沒有辦法 將他們的意見轉達到官員 而另一方面 那些官員又聽不到香港市民的聲音 所以就造成 當一個垃圾徵費政策推出之後 就引起社會哗嚴 令到香港政府後知後覺 然後就要延期 要再重新安排 所以你說 我們現在還可以對香港有什麼期望 一個這麼簡單的政策 都竟然可以被香港政府交成屁股 老實說 不如直接給中國管治香港算夠 不要說 不要說看死你們 可能那些中國官員做事的效率 比你們更快 那些弱智 第二我想說的是 根據你們香港政府聲稱 就是你們一個垃圾徵費的目的 老實說 我覺得一個目的是好的 如果你們做到的話 那現在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就是你們為什麼要在香港水深火熱的情況下 都還要強推垃圾徵費 這一種吃力不討好的政策呢? 喂 現在香港的經濟又不行 民生又不行 社會又問題多多 那你有何 什麼人投放這麼多資源 內發展環保啊 你老母 所以不怕得罪點這樣說一句 在一種情況下 你都肯然繼續推人一種垃圾徵費 就真的只有兩個的可能 第一個的可能 就是你們一班人 真的是弱智來的 而第二個的可能 就是你們 只不過是藉著環保的名義 脫水 無論哪一個的可能都好 那我可以夠膽講一句 最後你都只會越來越搞死香港 那因為你要知道 在現在香港經濟這麼密警的情況下 你還要在推行垃圾徵費 我只是單計香港的食股 都已經被你們搞死了 大哥 你知不知道一間餐廳 每一天要處理幾多 積起積用的垃圾和廚餘 而分分鐘 你們現在推行的垃圾徵費 是令到這麼多個餐廳 每一個月都要額外花多 一千多又或者幾千元的開支 那現在香港的街道都已經是 淨過烏鷹 就是個個又不想消費 香港政府居然還要實施 一個政策 叫你們多一千多元出來處理垃圾 哇大哥 真的沒有這麼一刻的智商 都想不到這一種的想法出來 對不對 所以無論怎樣都好 我真的要代表 香港的飲食業界所有人 多謝你們香港政府 OK 那今天就講到這裡 一件事上 即是有一位讀環境科技出身的人 我可以跟大家說 以往香港經濟好的時候 我們有幾多同學 幾多的教授 個個都是這樣 主動要求香港政府要發展環保 但是最後怎樣 是不理會 直接無視我們 阿之大到現在 香港經濟衰退的時候 空氣下街 你又立刻搞這些垃圾徵費 你現在不是玩我嗎 所以 根據我以往接觸的香港官員 跟他們講環保的時候的態度 我都可以肯定 他們今次搞這個環保政策 是100%為了錢的 信不信是由得理 總之我呢 都很肯定他們 不會是為了環保的 收皮吧 最後 今次大家對這件事又怎樣看呢 讓觀眾也幫我在下面給大家分享 那麽多了 如果喜歡的影片記得按讚 訂閱我的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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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